同志们我去看电影了 事情是怎样子的 我最近心情不太好 于是我朋友就给我选了个电影 叫我进化一下心灵放松一下 结果本来想晚上买十点的票 他给我买成了次日上午十点的票 人家开店第一场 饭店还没营业 在那训话呢 我就屁颠屁颠的跑电影院去看电影了 真是造化弄人的 你说连这个取票机都嘲讽我 他给我一个 给我一个圈之后 你说你给我圈给我圈吧 你还给我两张 你说给我两张票我还没滋滋的 结果是张白纸 就这样我买了一张工作日上午十点的票 好在这张票买的还行 看的是王俊凯的乙孩子 那我跟王俊凯可色老朋友了 上司万里归途 可色让我一同酥酥呀 说实话 我本来是不抱什么希望的 尤其是王俊凯 没想到 哎呀这电影还意外的能看下去 王俊凯的这个演技是有进步的 关键是 这个电影主题是聚焦事实孤儿群体 主角只有王俊凯和一名小演员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角色称门面 这样看这部电影 其实好像并不是奔着纯商业片来拍的 剧情节奏平铺直序 人物关系简单明了 大概意思就是 讲了一个被爸妈抛弃的小男孩 萱萱 每天被他的爷爷家暴虐待 无意间结识了一个青年小偷马亮 因为一些事情呀 两个没有家的人 靠着相同的经历和对于爱的渴望 从而最终轻如兄弟 在风雨中 他们一起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家 拥抱取暖 彼此守护就这么一个故事 具体的我就不剧透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 总之 这是个有现实原型的作品 你哥要改多久 你哥要改四年多 他有没有教你开东西 没有 他还不让我回来 他不让我往前 他怎么说的 他找到了往前 你也娶我 假如我们现在已经把他接过来了 你愿意见他吗 不见 我走了之后 可能四年你都见不到弟弟 你怕不怕他把你忘了 我还不见到你 你会不会把他忘了 一个21岁的陕西小偷啊 靠偷盗养活没有血缘的弟弟 作为本片唯一能扛流量的艺人 王俊凯应该是叶阿里山的 他对马亮这个角色的理解 是完全胜于之前的一些角色的 是说王俊凯在这部戏里面啊 竟然会有眼神戏的变化 我这里只说一点就是眼神戏嘛 对不对 有人说 嗨 我看咋没有呢 死气沉沉的 对 马亮这个角色呀 在没有遇到萱萱之前 他早是一个普通的小偷 靠着倒卖脏物为生 到了后来他初始萱萱的时候 只是让他帮着带货 在这个阶段呢 一个小偷对于生活 对于未来 就是麻木且没有激情的 你让他眼里充满着光是吧 炯炯有神 眼睛当他想通灵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就这个人物特点 情感变化 就是靠眼神戏来传达的 王俊凯虽然不说这方面炉火纯青嘛 但是比起前几部作品 实在是好太多了 一开始对于生活的麻木 再到警察追捕时候的逃避 闪躲 再到与萱萱情感增进时候的柔和 再到与女警相视时候的愤恨 到最终与夜埋尸时候的惶恐 直到落网之后提到未来时候 他眼里透露出来的渴望 他的眼神其实是有变化的 我不是说他很厉害啊 毕竟像我这种老朋友 实在是对他苛刻到不行 咱也不能说他在同期青年演员里面多出色 就是论事来说 他已经进步不少了 能深入角色灵魂 将主角出到新环境时的不屑于抗拒 刻画的入目三分 所以马亮这个角色呀 尽管与自己的弟弟经历着流浪漂泊追赶 甚至是被欺负 但他们的内心始终保持了一种光亮 怎么马亮永远去做一些冒险的事情 也不愿意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 去参与到一些丑恶当中 他对于萱萱的保护关爱会让人心头一暖 而这些对于萱萱的爱 都是源自其在原生家庭中的遗憾 确实是有些残酷且讽刺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故意设计的啊 就是王俊凯这个背 我发现他一直是弯着的 驼背 那么粉丝知道王俊凯他驼背吗 他是驼背的扣一不是驼背的扣二 虽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刻意为之 但是如果把驼背放到一个小偷身上 那种贼性偷感 就有奇效是不是 你不信你就放个张铁林去演小偷是吧 他拱膊挺凶的 怎么看他也没有说服力 这劳犯怎么没卤虾油啊 王俊凯这次自己挑大梁呀 拍了一部半商业片性质反映社会现状的电影 我觉得还真是蛮好的 起码孤儿这个社会现实 就是应该引起人们重视的 所谓观寡孤独嘛 自古以来都是提倡关爱的对象嘛 所以郭玉林 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呀 这种电影的意义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他所想表达的内容了 你就像几十年前港片里面出来一个经典的电影 颠老中传 这个电影把视角锁定在了那些不受人重视 甚至是敌视的精神病患者身上 从新的角度试图让观众去理解他们 而这一次的野孩子虽然在技法后继上没有颠老中断那么大 但是从意义上来说 能让观众感觉到孤儿是如何的渴望爱 当有了一丝温暖之后 又如何的拼命的想握住这束来自黑暗当中的光 他们只是孩子 却用小小的身躯承受到了 连许多成年人都无法遭受的苦难 那么这种由一种看似圆满的结局 背后所折射出来的现实后劲 我想才是这种基于现实社会问题 所产生的文艺作品 带给观众真正是值得玩味深思的东西